上個禮拜的重點大概就是四段 第一個就是如何利用IE物件 IE物件實際上就是把IE瀏覽器 那當然你說Edge瀏覽器一不一樣 其實Edge瀏覽器相容於IE物件 其實它雖然名稱叫Edge 但是其實你呼叫的時候 它也是會抓得到那個Edge瀏覽器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變一個物件有個好處啦 就有點像外掛 我只要把它變成一個物件之後 我就要控制它 OK 那控制它實際上是在背後控制 你是看不到 但你要不要讓它看到其實也可以 它有一個屬性叫Visible 你等於True它也會出現 不過我是覺得好像目前看不到也沒關係 反正主要是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幫我匯到eSale這一件事可以完成就OK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最重要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那個 就是瀏覽器上面的資料的話 那其實當然最重要 主要就是說呢 你看到的實際上是前面的東西 但是背後的東西 你可能怕要用原始碼 或者要按右鍵有個檢查 你也可以把你要抓的資料 把它稍微檢查一下 檢查就要檢查什麼 主要是檢查那個標籤 OK 所以最重要就是你要知道 你要抓的資料在哪一個標籤裡面 那我只要再透過一個屬性 就是叫Innertext 我就可以把它裡面的資料把它取回來 那放在儲存格裡面這件事就完成了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主要是什麼 利用table吧 先table標籤 然後再利用Tr Tr的話是table row 指的是列的標籤 然後一列一列把資料抓下來 再去分析它的th跟它的td th是藍位名稱 head 然後這個d的話就是它的儲存格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抓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資料 逐一逐一的把它抓下來 那當然這個對大家來說 尤其是標籤 可能很多同學對於HTML不是很熟悉 我想趁這個機會 稍微把HTML至少要了解 那上個禮拜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一樣又把它放在這個雲端白板上面 那你們可以參考 那這個網址的部分的話 就是在我們的雲端講義上面 這邊 然後你只要先選舉其中一個 這個前面都講過 比如說我們上一次練習 好像是針對那個高鐵的這個 交通 高速公路的違規部分 交通違規 那當然有幾個重點 不外乎就是時間 跟它的欄位 時間的部分的話 當然你可以選一個範圍 那當然 將來你們在期末 這個專題報告的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找一個 你比較關心的議題 那比如說我們之前是 從111年到113年的4月 那週期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按照月份 或者當然你可以縮短 比如說你可以把它按照一整年 然後當然它的數量一定會比較少 然後我們之前是月啦 我們就月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說 總計不要 因為總計會多一個欄位 那我是針對比較超速 然後酒駕 然後任意變換車道 哪一個 任意變換 未保安全距離 然後按查詢就可以 所以這個 這幾個其實是欄位名稱 欄位名稱有四個欄位 然後這個是時間 那你會發現時間在左邊 欄位的話在上面 那裡面的話就是它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檢查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這個的話呢 它會 可以看到呢 這個table的話 它實際上有沒有 這個table 這個table 整個就是一個table 所以table頭跟table尾 然後裡面的話 就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的列 那另外的話 你們可以慢慢習慣 你看看 它這個按右鍵檢查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TR跟TR是一對的 那如果你要把它收 收折的話 箭頭是向右 如果你再點一下這個箭頭 它會往下的話呢 那表示說這個標籤的狀態是打開的 有沒有 這個是收起來的 這個是打開 那你可以看到裡面就會有TH 有沒有 所以一個TH指的就是一個儲存格 而且其實 它這個也滿方便的 所以你假設優標放在這上面 它會讓你知道說 你現在指的是這個儲存格 有沒有 它跟你講 這個儲存格 然後 其他的話 這個也是這樣 TH有沒有 這個是超速嘛 超速的話 你會發現Innertest 它會放在標籤跟標籤的中間 也就是 它會放在這個TH 跟這個斜線TH的中間 會有一個資料 叫Innertest 其實將來我們要取得的就是這個東西 OK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就底下一個一個的分析 我想你們可能就慢慢習慣這樣一個模式 你說老師 為什麼前面明明看得到 那為什麼還需要看右邊的東西 那主要是電腦看得懂的是右邊 它看不懂左邊的 你說瀏覽器到底幫你做什麼 其實瀏覽器主要的作用 就是幫你把右邊的原始碼 變成你看得懂的一個狀態 OK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瀏覽器 其實電腦裡面最吃記憶體的就是瀏覽器 有沒有 Chrome瀏覽器如果不用的話 我發現你記憶體都不用很大 你記憶體大概有個4G以內應該夠 可是如果你裝了Chrome瀏覽器 你的記憶體如果沒有8G不夠 現在應該16G以上 甚至可能差到32G 我感覺好像才剛剛好而已 OK 為什麼 因為瀏覽器真的非常吃資源 那你說吃資源到底吃什麼東西可以吃 其實我跟各位講文字並不吃資源 圖也還好 所以吃資源的應該是影片 或者一些動畫 或者一些3D的東西 那些東西的話 其實第一個它耗費頻寬 第二個的話 它也耗費你的電腦資源 OK 所以你想要那個 在瀏覽器上面出現的東西 是比變化比較大的那些東西 其實都非常吃資源 那很容易就把你的記憶體給吃光光 OK 好啦 那重點就是說 實際上為什麼要了解右邊 因為電腦的世界都是看右邊 比如HTM有件事 所以你不能說你看懂 你看懂是你看懂 但是問題你要解析的時候 物件它只會解析右邊的 不會解析左邊的 目前還沒有這麼聰明的物件 所以你可能還是 非得要把這東西學好 OK 另外還有一個 其實說實際上你不會寫 我覺得現在 還有一些方法 我覺得對各位應該是滿有幫助的 就是用AI輔助 我覺得Charge PC真的是可以非常幫忙 而且應該是不太有問題 你只要知道怎麼跟它敘述吧 這個很簡單的 你不用跟它講太囉嗦的東西 你只要記得網址就可以了 我發現它 它應該是即時的幫你連到這個網頁 然後把這個原始碼抓過去分析 不是說已經做好了丟給你 不是喔 它是真的把這個網址解析 所以你很簡單嘛 你如果要跟ChargePT問 你就跟它第一個 你把網址複製起來 第二個的話你就在這邊 底下的話你就輸入什麼 請幫我 很簡單的 因為不用寫太複雜 比如說你可以什麼 請幫我撰寫VBA 它應該聽得懂 請幫我 撰寫 下載 網頁 資料 的VBA 程式其實也不用寫 其實它應該知道VBA什麼東西 然後呢 你就把那個網址直接就打在後面 OK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好 Enter 其實理論上我是很多 它其實應該都看得懂 而且它會馬上幫你寫出來 只是說呢 你說老師為什麼它寫的好像用的方法跟你不一樣呢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其實我講過 其實要能夠抓網路資料的話 其實物件絕對不會是單一個 那在VBA裡面的話最常會用到的 除了IE物件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 它還解釋給你聽 就是這一個啦 叫XMLHTV物件 那它跟IE物件其實最大的差異就是說 IE物件是看得到畫面 XML是完全看不到 它就是一個單純抓資料的一個單純物件 那使用的方式其實也差不多 也就是說你還是跟它講標籤 所以這一段其實拿來跑 我想應該是可以的 你們可以試試看 但是你說老師可是問題 你沒有講過這個 那我可不可以改一下 可以啦 你底下假設你要讓它改成用那個什麼IE物件 你再底下敘述 請幫我什麼 改為用IE物件好了 其實也不用想太清楚 OK 你幫我改一下 不要用那個什麼 這個東西叫XMLHTV物件 OK 不要 你用IE物件 Enter一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其實蠻聰明的 它還跟你解釋一下 IE物件就是Internet Pro 物件來下載 有沒有資料 然後呢 它會用Internet Pro 來開啟網頁內容 OK 來幫你解釋 然後底下就是這個程式 那基本上跟各位講一下 在那個VBA的世界裡面 上面這個所謂的定有沒有 是宣告 跟各位講 這個宣告 不宣告也沒關係 所以你說老實為什麼它 程式裡面會多一些定 定哪個變數 是什麼型態 那為什麼你都沒寫 跟各位講 VBA這個東西可寫可不寫 所以你將來把這個刪掉 可不可以 沒問題 OK 所以先跟各位說一下 那底下一樣 有沒有 setIE等於 Creative Internet 一模一樣 有沒有 然後它只是說這個Visible 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讓那個 瀏覽器被看到的話 那等於True 不過這裡的話其實加不加 沒無所謂 那底下的話 有個Navigate 有沒有 其實一樣嘛 連到這個網址裡面 然後並且 不過它好像理解錯我的意思 它是將HTML內容 幫你Save成一個檔案 所以它抓下來 它應該是 我是意思是下載 它以為是我要把它下載到檔案 有沒有 所以它誤解 所以我就請它改一下 請幫我匯入到Exale 工作表 這樣應該它都懂 其實你不用特別 所以你打錯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一直在修正 我發現它其實還滿聰明的 然後它就開始又改了 OK 我試反覆試一下 反正其實滿OK 而且 從以前到現在 它其實越來越聰明 而且越來越 之前好像也會亂寫一通 而且很多bug出來 但是現在的話 好像就還OK 而且現在呢 它的解釋越來越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看不懂什麼 沒關係 你可以再貼上去 請問這個程式嘛 請問是什麼意思 幫我詳細解釋 它解釋得超清楚的 清楚到我覺得太清楚了 所以有點太囉嗦了 所以應該理論上 而且底下 它還有一個說明 12345678 8點耶 寫的簡直可以當講義了 有沒有 所以其實以後如果假設你要設計一個程式教學的講義 說真的它已經都幫你寫好了 只是剩下來就是你要篩選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它程式難免會有bug OK 有bug怎麼辦 也是一樣嘛 你bug再貼上去 請幫我檢查錯誤 它會幫你檢查錯誤 或是請幫我修改程式 它會幫你把程式寫改一改 所以啦 最後你剩下的事情就是怎麼樣 你要去驗證 不過我發現 你們可能應該遇到最難的應該就是 Copy ML 然後把它貼到那個VBA上面 去run的剩下的事情 所以這個的話我看一下應該有沒有問題 這個URL應該沒問題 Navigate沒問題 你看發現喔 它很奇怪 它Visible剛剛是True現在又變Force True的話就是看得到啦 Force就把它關掉 有點像True開Force關 OK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等待完全載入 那其實這個寫法跟我那個寫法有點不太 我之前的寫法是等三秒鐘 不過等三秒鐘有個好處啦 就是一行就搞定 那這個寫法的話就是等它完全載入的時候 OK 所以如果你要像上個禮拜好像有同學 用三秒不行 改五秒就可以了 為什麼 因為三秒鐘它網頁還沒有完全載入 那你就去抓它就會失敗 那如果你要改的話你改這樣保證不會錯 它這個的敘述方法就是 直到網頁裡面的資料都出現為止 其他的話就是說它一樣是IE.document 只是它又增加了一個物件 所以它把這個 我是直接拿這個來用 它是直接再把它變成一個另外的一個物件名稱 然後它好像自己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它好像有理解我的錯 不過最後應該也OK 它只是說把這個結果幫你把它放進來 最後把它結束掉 最後當然如果你想要驗證的話很簡單 就把它copy一下 這邊有個copy mode 接下來的重點就來了 我們來玩玩看看 我也不確定它有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把這個一樣貼哪裡呢 貼到module裡面 你說它放哪裡 一般習慣是把它放在某一個sub最下面 把它貼上這一段 然後這個sub的話 基本上就是名稱叫什麼 downloadwebpage to itself 名稱差不多 當然你可以改成中文 中文英文它都相通 OK 我剛剛講過 這些電影你也可以 假設你不想看到這些電影的話 delete這條其實也OK 我們先不要delete好了 不過我確定它OK 執行看看有沒有那麼厲害 會不會把資料幫我下載下來 成功下載 有嗎 按確定 有啊 但是只有這個東西 那底下其他的東西呢 所以喔 這個顯然好像表面上可以 但實際上喔 這個可能要自己debug 萬奇哥可能要請他幫你debug一下 它這個有寫出樣子啦 有沒有 但是我發現它有個直覺上 馬上看到錯誤 這個table我記得好像不是第一個 應該是第二個吧 所以這個數字就不對了 OK那我把它改1好了 因為這個地方馬上看到一個錯誤 有沒有還記得吧 table後面加的就第幾個 那第幾個的話從0開始 OK 我看一下 會不會只有改這個就OK了 還是說因為我們現在用免費版 現在故意就給你拿一個錯誤 OK 如果你付費的話 會不會直接就給你正確了 會有這麼神奇嗎 執行看看 其他物件 這個它好像會新增一個工作表 這工作表有沒有 這個工作表跟這個一樣 所以你可能如果要run的話 再把它刪掉一下 再把它停止掉 重跑一下 它一樣會新增一個 感覺好像有了 但是你說老師為什麼裡面只有這些 但是其他好像少了什麼 一看好像應該看得到 你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懂它的程式 因為它只有分析TD 它沒有分析TH 所以你把TH補上就OK了 所以怎麼辦呢 要不然你就把這個程式 再貼回去跟它講 請你幫我再解析標籤為TH OK 不然的話我覺得 現在有個麻煩的點 就是AI是真的可以輔助 可是它沒有百分之一百 所以如果你不能夠自己deblog的話 我覺得還是會有問題 所以你看我馬上貼是可以用 只是說它有幾個錯誤發生 第一個錯誤就是它table 還好我們之前有算過它第二個 有印象 再來的話它只有針對TD去解析 它沒有解析TH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的一個提示 然後建議你們那個 期末報告的部分的話 可以輔助那個AI部分 當然不一定是叫GPT啦 你可以用那個 捐用奶都可以 我發現有些同學蠻厲害的 左右開工 這個不行對不對 換一下 像這個程式錯對不對 沒關係 你把同樣的問題 丟到捐用奶看看 捐用奶我覺得比較穩定 但是捐用奶有一點就是工程師性格吧 產生的敘述都太精簡了 OK 沒有講的 很調理是沒錯 但是沒有像QHP會多講一些囉嗦的話 那個Copilot如果跟兩者比起來 哇那更囉嗦 簡直就跟大媽一樣 哇講一大堆 但是好像就是沒有關係的也把它講出來 所以Copilot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兩個 有些問題我三個都把它試用一下 發現各有一個缺點 目前來看好像也沒有說一定哪一個完全勝出 不過看起來我覺得 Copilot目前是比較折中 如果兩者比起來 有點像是 那個Gemini好像化太少 那Copilot好像化太多 那它是剛剛好 那Copilot這個程式有時候也bug滿多的 我反而發現Gemini給的程式碼 好像相對的給的錯誤比較少 但是Gemini有一個缺點 常常程式寫不出來 但它寫不出來 它直接跟你講說寫不出來 OK 但是Copilot是寫不出來 但是它會亂寫 寫出來容易明明就錯了 我覺得它很會吹牛 OK 所以好像有點 要不然就是這個問題 它明明不懂 它會假裝它是專家 感覺好像很會吹牛的樣子 OK 好了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上禮拜的東西 試著用那個Copilot玩玩看好了 那另外的話 今天我們也許再做另外一個題目好了 練習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另外一道題好了 我們都抓那個官方的好了 上個禮拜是交通部的 那今天的話是針對那個 也是用IE物件 下載那個中央氣象 以前叫局 現在改成叫氣象署了 它好像升格了 那這個裡面一樣有個網站 叫中央氣象署 點擊進去的話 那應該大家都知道 它一定管氣溫 管什麼 管降雨 氣溫 然後降雨 風速 等等的這些東西 然後好像主要是台灣 另外它有中國的跟全球的 那假設啦 OK 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 請大家試著把 這個氣溫底下這個表格 幫我賄賂到Excel的話 應該怎麼做 OK 其實我跟各位講 其實跟上禮拜 甚至你可以把上禮拜 整個原始碼拿來 拿來當飯本 其實我想應該還是辦得到 OK 試試看好了